凌晨四点 鲁中某地 装甲轰鸣 射击阵地 杀气生腾 战斗打响 坦克分队各车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原地射击和行进间射击两个刻目 前进射击 知枪 原地射击中 面对散步在不同梯域 不同方向上的固定把镖和移动把镖 坦克车组稳扎稳打 沉着冷静地 在规定时间内毁伤了全部目标 然而随后展开的行进间射击却充满了变数 操纵高速行进的重40多吨的坦克 无规律移动且随机出现的把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功命中目标 如同在奔马上射中天上飞翔的鸟 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目标全被摧毁 但射手正义还是有些懊恼 行进间射击时 由于车辆颠簸 目标与车辆的相对运动速度更快 对于射手快速捕装目标的要求也更高 难度也更大 在实战中 为了防止搜索时间过长 造成自身的暴露和遭敌打击 必须做到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做到首发命中 这也是我下部训练的重点 在接下来的复盘会上和正宇一样 不同岗位不同专业的战友们敞开心扉 阶段亮丑 包括指挥 协同 通联等多个问题 被拿到了桌面上 并找到了解决方案 下一步 将针对性的抓好 强化训练和再考核 从而进一步提升部队 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